来关心到 昔日柯师傅重要的幕僚跟官员 为了力求在金华城的弊案脱身 纷纷在检方约谈过程当中 作证反咬柯文哲 根据了解 前台北市的都发局长林周明 公称柯文哲明知道违法 仍执意放宽金华城 容积率图立罪证明只是明确的 而前台北市的副市长彭震生 也不背锅 还有都委会的直密邵修佩 疑似也是向检方坦承 北市府透过变形手法 违法的扩大容积率 局长柯文哲说他今年三四月 还知道金华城隆均运八百四 你相信吗 不回应这个对柯文哲 有杀伤力的问题 前台北市都发局长林周明 走出北检二半 申请一派轻松海啸的超灿烂 完全不像才刚历经 五六个小时的征讯 根据了解 他在庭上反咬柯文哲 明知违法人执意放宽 金华城容积率图立 最正明确 这个基地从来没有整体开发过 整体开发是整个L型 可是西北角从来没有参与过 在议会上与应小微大豆法 其实从二零一六年起 林周明就屡次在议会 打询主张金华城 应该连同西北角一起开发 才能拿到五百六十%容积率 也曾提醒柯文哲 若放宽金华城容积率 恐怕让市府吞上独立罪名 如今不止杜发局长吕造约谈 检方也再度提讯 收要中的前任副市长 副市长要认罪吗 在讲五点罪人吗 前往后审视途中 同样露出神秘微笑 传出彭震生 不想替柯文哲背书 在法庭上全认了 是柯文哲亲自交办 自己认为不妥 还不敢签下公文 拖了好久 才代表柯文哲盖下假装觉醒 另外彭震生的爱将都委会执行 秘书邵秀佩也不背锅 邵秀佩被列为关键共犯 曾在2020年的专案小组会议 提出让金华城公司 依照都市计划法第24条 针对细部计划修订 违法扩大容积率 他一次向检方坦承 金华城并非都根地区 而是台北市府透过变形手法 协助金华城取得20%的容积奖励 昔日柯市府重要官员一一打脸 柯文哲力求脱身 记者中文报道 立法院民众党团今天就开了记者会 针对了新会期提出了三项提案 一起来看 要涨电价 先来报告 立委开一再集 民众党立委回归 收阵就要先打赖清的政府电价议题 不过对于招委选举投票意向 白银没名奖 难道打的算盘 是希望国民党能礼让一席 招委选举的部分 如同刚刚所说的 等到中国国民党目前 他们的党团干部 新的党团干部选举出来了以后 再来讨论 现阶段 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们的民主程序 民众党关键八席叙事待发 不过根据最新民调 对于柯文哲说 今年三四月才知道 净化成容几率高达840% 有75.1%的民众不相信 仅有15%相信柯文哲 另外还有60.1%的人赞同法院裁定 积压柯文哲 26.7%不赞同 而66.3%民众认为柯文哲 要辞去民众党主席 但针对谁最适合担任民众党代理党主席 黄国昌和蔡壁如 评分秋色都得到22.5%支持 双方对于代理党主席一直都与待保留 但才比如17号中秋夜 才集结小草们在台中大度为柯文哲祈福 甚至还找来牧师跟道士集气 气氛怎么感觉怪怪的 全党祭出各种花招 抢救柯文哲大战 但就怕救科不成 反而被外界解读士斜角活动 解离军庭江凯琳SNG小组裁缝宝导